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明朝成化年间,嘉兴之府杨继宗亲政连结,曾多次得罪西场的宦官。 后来,杨继宗入京树职,西场提督汪只想见一见杨继宗,他派人请杨继宗入府一叙。 可是,杨继宗偏偏不去。 当时,汪只身为西场提督,是明献宗朱建身身边第一红人,别说一个知府,就是当朝隔城接到他的邀请,也得给他面子。 但杨继宗偏偏不怕得罪汪只。 看到这里,也许很多人认为杨继宗可能要遭殃了,事实恰好相反。 明史,卷159,汪只欲见之,不可。 县宗问侄,朝靖官赎连? 侄对于,天下不爱钱者,为杨继宗一人儿。 有一天,明县宗问汪只,朝中谁最连见? 汪只回答说,天下最不爱钱的人,只有杨继宗一人。 由于汪只的推荐,明县宗升任杨继宗为浙江巡抚。 也就是说,杨继宗得罪了汪只,但汪只却没有趁机陷害杨继宗。 这个例子说明,汪只虽然是文臣眼中的烟焕小人,可他的心胸并没有那么狭隘。 在明史上,汪只和王震、刘锦、魏忠贤并称为明朝四大宦官。 在这四人中,其他三个都是清一色的反面人物,只有汪只有些中间难辨。 而且,汪只也是四人中唯一一个善终者。 本集,将以史料为依据,为大家分享明朝西场的提督汪只,希望通过他的故事,揭开成画时代的历史一角。 一,贵妃见内侍,成画设西场。 要说汪只,必须要从万贵妃说起。 万贵妃本是明县宗朱建生童年时期身边的宫女。 朱建生三岁被立为太子,六岁时被叔叔明代宗朱祁遇废除。 作为废太子,朱建生的童年经历了一段非常幽暗的时光。 而这段时间,他身边只有这位姓万贵妃陪伴他。 万事无微不至地照顾朱建生,让朱建生对他产生了依恋情节。 后来朱建生登基,他不顾众人反对,策离万事为贵妃。 终其一生,对万贵妃都非常宠爱。 明史记事本末卷三十七记载 汪植者,大腾侠姚种也。 姚贼平,只以右南入境中,为昭德宫内使,巡堂御马监士。 汪植是姚族人,明朝平定姚族叛乱后,年幼的汪植被带到皇宫,成为宦官。 汪植最初在昭德宫侍奉万贵妃,他对万贵妃忠心耿耿,办事果决。 深得万贵妃的信任,由于万贵妃在宫中的特殊地位,经过万贵妃的推荐,汪植变成了朱建生的心腹。 汪植最初在宫中办事,十载年少侠绝,尚宠之,他为人非常诡诀,深得朱建生的喜爱。 成化十三年,汪植被委以重任,因为明献宗朱建生,设立了西厂。 众所周知,明朝自永乐时期设立东厂,其目的就是审讯刑狱和监察百官,也为了探寻建文帝的消息,可以说是皇帝的超级耳目。 因为该机构最初在东安门之北,因此得名。 明朝成化十二年,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,根据《明史》卷314,记载。 成化十二年,妖人李子龙以服术节太监为社,私入大内,事发,服诸,地心物之,瑞郁之外事。 这一年,有个叫李子龙的人用巫术勾结东厂太监为社,进入皇宫图谋不轨,事发后被诛杀。 明献宗朱建生非常气愤,想了解更多外界的动向。 当时东厂做事,越发让朱建生不满意。 朱建生决定让汪植乔装打扮,秘密出宫,搜集四方信息。 当时,宫外之人大多不知道有汪植这好人物,因此对他并不防备。 汪植办事非常顺遂,半年之内就取得了很多情报。 成化十三年正月,朱建生觉得汪植办事得利,便下旨设立新的厂司,为了和东厂相区分,命名为西厂,由汪植担任体督。 最初西厂麾下,一共有一百多人,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的精锐。 名史记事本末,云,纵植出入,分命诸孝,广赐督则,大正小事,方言项语,西才以闻。 意思是说,汪植可以带领麾下人马直入宫廷。 他广泛刺探,不论大事小情,甚至连接谈相义,都搜集起来整理好汇报给明宪宗朱建身。 其实,汪植只是明宪宗之耳目,与其说是明宪宗成立西厂,让汪植任提督。 不如说是他专门为汪植成立了西厂。 而西厂成立后,汪植立即查办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大案。 这个案子,又叫秦立鹏案。 成化十三年正月,南京镇守太监秦立鹏来北京述职,他回南京时,利用自己的权势,走私私言。 这在当时的官场上,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。 可是,秦立鹏却非常高调,不仅大张旗鼓地走私,而且走私的数量巨大,达到了一百艘船之多。 沿途的周线都被惊动了。 明史,云,南京镇间秦立鹏进贡环,已摆搜在私言,骚扰周线。 武成县典史截之,立鹏击典史,折其尺,射杀一人。 直连得以闻,代之论斩。 武成县的两个典史看不下去,他们去结问秦立鹏,却被秦立鹏当众射杀一人,另一人也被打掉了牙齿。 汪直听闻这个消息后,逮捕了秦立鹏,将后者下遇问罪。 这件事发生后,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。 其一,朱建生觉得汪直有胆识,更加信任他。 其二,很多百姓本来记恨宦官,他们发现宦官和宦官竟然不一样。 至少,汪直的表现让他们耳目一新。 汪直的表现虽然惊艳,但一些目光长远的大臣,如当时的内阁首府商路,就非常担忧。 因为商路知道,汪直毕竟直接效忠于明宪宗本人,这种不接受监管的权利,很容易出问题。 事实证明,商路是对的。 二,西场贪私利,内阁使坛压。 秦立鹏案发生后,西场名声雀起。 自然也有一些投机者,想加入到这个炙手可热的队伍之中。 例如,锦衣卫百户维英,就看中了这个机会。 他千方百计找到汪直,表示愿意笑全马之劳。 维英加入西场之后,急于立功,正好他碰到一个送上门的机会。 成化十三年二月,一个叫杨叶的罪犯,畏罪潜逃。 杨叶,又名杨叶,祖籍福建建宁,他的曾祖父是明朝三阳之一的杨蓉。 他在家乡犯罪,跑到了住在京城的姐夫董于家中,不成想被京城的锦衣卫发现。 其姐夫董于,找到维英,希望维英能够高抬贵手。 维英当时刚刚加入西场,急需要个答案来证明自己。 于是,他假意答应董于,然后私下找到汪直。 明史记事本末,记载, 一汪直报之,为叶家资巨万。 长杀人,将招纳亡命下海。 直喜,发足补之。 维英为了让汪直重视这件事, 添油加醋一番。 他说杨叶经常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。 而且,杨叶身为杨荣的曾孙,家财万贯。 如果能抓住他,必将能迎来皇上的赞许。 汪直大喜过望,立即派人逮捕杨叶。 杨叶被捕后,对自己犯罪潜逃的事情没有抵赖。 但是对于自己家财万贯这件事,却矢口否认。 为了拿到钱财,西厂的人对杨叶用了酷刑。 明史,云考逊,三趴之,怕是一种折断骨节的酷刑。 杨叶经不住拷打,只得说自己把黄金存在了叔叔。 兵部主是杨氏伟处。 汪直听闻后,没有禀报明宪宗, 直接派人抓捕杨氏伟全家。 后来,杨叶死于狱中,汪直草草结案。 杨侍伟被贬,并连累郎中武卿、岳章、行人张廷刚、参政刘福等人。 这件事发生后,人们终于看清了西厂的真面目。 左渡御使李斌上奏弹劾汪直, 他直言西厂谎报情报,谣言获众,制造冤案。 奏折地道明宪宗朱建申手中后, 朱建申并没有重视。 而汪直看到皇帝袒护自己, 更加肆无忌惮。 明史,汪直传, 记载, 自朱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, 所在校尉罗列, 民间斗力鸡狗所示, 折制重罚, 人情大扰, 直美出, 随从慎重, 公卿皆必道。 汪直的人, 把上至王府, 下至民间斗鸡骂狗之类的事, 都打听得一清二楚, 严重骚扰民情。 汪直每次出入, 都带很多人, 连公卿见到他, 都得让道。 当时, 兵部尚书向中, 看不惯汪直的行径, 不给汪直让道。 汪直竟然当众折辱向中, 向中乃堂堂六部尚书, 九卿之一, 竟然被汪直这样的宦官侮辱, 这让文臣们非常不满。 内阁首辅商禄第一个站出来, 反对汪直。 商禄是状元出身, 还是先有的三元吉地, 他在士林中威望甚高。 他一发话, 文臣们纷纷响应。 明史, 云, 五月, 大学是商禄与万安, 刘许, 刘吉奏旗壮, 帝震怒。 商禄与其他三位阁老一起上奏, 控诉汪直之罪。 明献宗朱建生听闻后, 大怒不已。 注意, 朱建生并不是对汪直发怒, 而是对四位阁老发怒。 朱建生召来四位阁老, 问他们为何非要为难汪直? 商禄大义凛然地说, 臣等为国除害,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? 第二天, 兵部尚书向中到狱前哭诉, 商禄等人再次给朱建生施压, 朱建生不得已, 下旨废除西场, 并且将汪直调回御马间。 虽然朱建生没有杀掉汪直, 但能废除西场, 已经是文臣们的胜利, 于是大家皆大欢喜。 史记, 英本纪中说, 致足以拒见, 言足以是非。 意思是, 自作聪明的人会拒绝规劝, 善于言辞的人会用语言来演示过错。 朱建生撤西场, 只是迫于内阁的压力而已, 在他的内心深处, 还是认可汪直的做法的。 三, 献宗赴西场, 首辅辞地经。 西场从建立到废除, 仅仅五个月的时间。 五个月的时间, 足以让汪直感受权力的魅力。 为了让朱建生覆开西场, 汪直也是绞尽脑汁。 他后来找到一个叫戴晋的御史。 名史, 汪直传, 记载, 御史戴晋者, 宁人也, 九年至满不得签, 亏地止, 圣称职工。 御史戴晋, 是个心术不正之人。 他九年没有得到升迁, 一直想找机会再进一步。 他和汪直理应外合, 揣摩圣意。 戴晋上奏对朱建生说, 汪直监察百官, 明察秋毫, 应该被后世所效仿。 朱建生本来就是迫于压力, 才撤掉西场。 如今有人称赞西场之功, 他非常高兴, 趁机宣址, 恢复西场, 让汪直仍然主管西场事务。 这样一来, 暂停一个月的西场, 不仅恢复了生机, 而且比原来声势还大。 而汪直上台之后, 第一件事就是报复文官集团。 他巧立明目, 诬陷兵部尚书相忠, 经过锦衣卫会审之后, 把相忠贬为庶民。 此后, 汪直把他的亲姓王岳, 推荐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使, 另一个亲姓陈岳, 为右赴都御使兼辽东巡抚。 内阁首府商路立抗汪直, 无奈汪直背后有皇帝支持, 几个回合下来, 商路竟然毫无圣迹。 最终, 商路心灰意冷, 不愿与汪直同朝, 提出告老还乡, 明献宗也没有挽留商路。 恕, 明献宗时期的两位名臣, 一位是彭时, 彭时, 七年首府, 二十七年仕途, 因打瞌睡闻名, 因持正义名流轻史, 另一位是商路, 商路, 三元吉地, 历经四朝, 当十九年宰相不杀一人, 所以子孙满堂, 这二人都是正值首义之臣。 他们二人之后, 成化后期的内阁, 犹如纸壶一样, 没有半点风骨了。 汪直逼走了内阁首府, 还将相忠秉为庶人, 一时风头无两。 此后, 他连续扳倒了尚书董方, 薛远, 侍郎腾昭, 陈万礼等十余位大臣, 文官集团在无力和汪直相抗衡。 当时汪直的势力, 到底有多大呢? 我来举个有趣的例子, 成化十七宫中, 有位叫阿丑的宦官。 一日, 阿丑喝醉了, 有人对他开玩笑说, 内阁首府来了, 阿丑充耳不闻, 那人又说, 皇上驾到! 阿丑还是不动! 最后那人说, 汪太监来了! 阿丑听到后, 立马就醒了, 乖乖地站在一旁, 实在罪者, 惊破铁然。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, 汪直不仅全是滔天, 而且手腕很辣, 后宫的宦官连皇帝都不怕, 唯独拒他。 正是因为汪直如此有权势, 成化十四年七月, 江南突然冒出来一个假汪直, 起初大家并不知道, 还以为汪直到了江南, 沿途的官员都惩慌惩恐, 简直把汪直当神仙供着, 不敢有半点清淡。 虽然最终朝廷查出, 假汪直乃是一个叫杨福的宦官假扮的, 但这套狐家虎卫的戏码, 足以说明当时官场对汪直的惧怕程度。 四, 内侍平北巡, 宦官虐女真, 假汪直都让江南官员丑态百出, 那真正的汪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 其实, 真汪直并没有那么可怕, 在史书的记载中, 汪直虽然很辣, 但也有真性情。 例如, 我本集开篇提到的杨继宗, 他虽然得罪了汪直, 但汪直并没有陷害他。 还有一个例子, 成化十六年, 兵部几世中, 孙伯曾上奏弹劾汪直, 宦官本是干杂役的, 大臣才是辅佐朝政的。 现在怎么能让宦官的权势超过大臣呢? 朱建森将孙伯的奏折拿给汪直看, 汪直看完, 觉得孙伯说的很多事情都是讹传。 于是他请指在西征的时候, 带上孙伯, 让孙伯做自己的记录官。 孙伯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决心, 跟着汪直。 可孙伯突然发现, 汪直行事颇有章法, 特别是在威宁海之役后, 孙伯竟然开始佩服汪直的能力和气度了。 种种迹象表明, 汪直好像是个双面人, 最起码在后世文人的眼里, 汪直的人格是分裂的, 下面小编还会讲到这个问题。 对于明朝历史来说, 汪直其实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宦官, 尤其在军事方面。 明朝成化十五年六月, 明朝和西海女真多次发生矛盾, 明献宗朱健身派汪直到辽东调查。 汪直查出是辽东巡抚的马文生, 曾下令禁止卖给女真农具, 这才导致双方交恶。 汪直处置了马文生, 任命自己的亲信, 沉阅为辽东巡抚。 到了十月, 西海女真仍挑衅明朝。 汪直上书给朱健身说, 我处这马文生, 已经给了女真一个交代。 可女真既然不领这个情, 那就只有出兵教训她吗? 接下来, 朱健身让汪直做监军, 任命辅宁侯朱勇为总兵, 发兵征讨西海女真。 这场战役, 汪直阴朝平出, 打得西海女真手足无措, 最终明朝取得大胜。 成化十六年, 汪直和朱勇, 王岳, 巡查赛外, 在威宁遇到蒙古贼寇, 汪直和朱勇, 带领青旗夜袭贼寇, 破敌而归。 成化十七年八月, 蒙古瓦剌不南下, 瓦剌曾掳走朱健身的父亲朱祁镇, 明英宗, 朱健身必须教训他们一下。 于是, 朝廷再次派汪直为监军, 他配合王岳在大同击败瓦剌兵马。 另外, 汪直当权的时候, 安南, 古越南, 曾屡次犯禁。 汪直请求带兵征讨安南, 并献上讨伐安南的计策。 但明宪宗考虑到宣宗, 英宗时期征讨安南的失败案例, 最终没有同意汪直的建议。 汪直对明朝,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, 那就是健全了明朝的吴举制度。 明史记事本末, 记载, 十四年下午月, 汪直奏请吴举社科, 香, 慧, 殿氏, 如靖势力。 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, 文氏得到了蓬勃发展, 特别是在宋明时期, 文氏几乎到达巅峰, 但吴举一直断断续续。 中国历史上的吴举制度始于武则天时期, 宋代逐渐将它纳入科举体系之中。 但是, 由于宋朝众文轻武, 武举一直不受重视, 也不完善。 到了元朝时期, 骁勇善战的蒙古人不认可武举这种花架子, 便废除了武举。 明朝初期, 武将大多是世袭, 所谓武举只是个形式。 直到成化十四年, 汪直建议朱建生重视武举, 并沿用文室的方式来操作, 设立乡室、 惠室、 殿室等。 如此, 明朝的武举制度, 才正式确定下来, 到清朝仍在沿用。 换句话说, 明朝后期, 乃至整个清朝的武举制度, 其实是一个宦官制定的。 这让那些看不起宦官的大臣们, 情何以堪? 小编认为, 宦官虽然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, 宦官之中有碌碌无为者, 也有有所作为者。 汪直创立的武举制度立在千秋, 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制度的设计者, 是一位宦官, 而否定制度的全部。 五, 汪直建师宠, 明幻尽善中。 成化十八年, 由于西厂风头太盛, 引起了东厂的极度。 东、西两厂矛盾日深, 世年, 有盗贼入宫, 被东厂提督上明抓获。 明宪宗朱建生因此厚赏上明。 汪直听闻后, 非常不平, 打算整治上明。 上明害怕汪直对自己下手, 于是把自己多年来搜集的汪直的黑材料, 一股脑全部交给了朱建生。 此时, 内阁首府万安, 也联系那些经常被汪直打压的宦官们, 一同向皇帝说汪直的坏话。 大家越说越严重。 有人甚至说, 汪直手握军权。 若想意图不轨, 那后果不堪设想。 朱建生思考再三, 决定再一次撤销西场。 昔日, 汪直只是一位内功的宦官。 朱建生是他如心腹, 对玉使的弹劾视若无睹。 可当汪直手握大权, 甚至带兵打声仗的时候, 朱建生为何就愿意听信谗言了呢? 其实, 小编认为, 汪直之所以会失宠, 并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, 而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势力。 朱建生培养汪直, 本质上就是培养一位容易控制, 且能对抗文官集团的提线木偶。 但当木偶有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时候, 朱建生对木偶就有了忌惮之心。 这是汪直失宠的根本原因。 成化十九年, 大同巡抚上奏, 弹劾汪直在大同期间曾耽误军务。 朱建生虽将汪直调到南京驭马间, 从北京到南京, 意味着汪直彻底被朱建生抛弃。 同时, 汪直的党与王岳等人, 纷纷被贬折或问罪。 汪直的势力, 很快被清除干净。 成化十九年的夏天, 汪直坐着破旧的马车离开北京, 沿途官员听闻汪直到来, 都避之不及, 和当年他得势时的争相八戒相比,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汪直一个人躺在驿馆, 孤灯应照, 毫不创然。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, 记载, 过周县, 有思皆必知, 直困顿仰卧公馆, 孤灯凝然。 有之周陪太者, 向供拒甚速俱备, 是营业上官, 欲职, 只喜求时, 于, 无非付钱彼矣, 无难行, 上亿未可测。 但日发, 怼马夫足矣, 太拱手而立。 至于一个叫陪太的之周, 听闻汪直来了, 很恭敬地迎接他。 汪直向陪太感叹, 我此番去南京, 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, 如果我倒霉的那一天, 身边还有一个马夫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, 也就心满意足了。 虽然汪直告诉陪太他已经失事了, 但陪太听完, 仍然像之前一样对待汪直。 陪太并非奸臣, 他能如此对待汪直, 可见, 至少汪直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的。 在小编看来, 陪太和百官对待汪直的态度, 不就是后世文人对汪直的态度吗? 有人骂汪直是奸命, 也有人认为汪直有功。 可是, 骂他的人总比夸他的人多, 因为汪直是宦官, 是封建文臣集团永远的死敌。 汪直的晚年生活, 史书没有记载, 但, 明史明确说他尽良死。 这也就意味着, 汪直是善忠。 身为四大宦官之一, 他和王震、 刘景、 魏忠贤相比, 算是幸运的一个。 在小编看来, 汪直在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特性。 首先, 汪直是一个权势滔天的宦官, 他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恶行, 这个不能被洗白。 其次, 汪直是一个对明朝设计有功的人, 他攻打西海女真, 打败瓦剌, 甚至有出兵安南的打算, 他还奠定了后世三百余年的无举制度。 我无意抬高汪直, 但至少在抵御外族入侵这件事上, 他是站得住脚的。 第三, 汪直是个略有胸襟之人。 这从我上文举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, 汪直或许有嚣张跋扈的一面, 但也有被西场中那些投机者连累的一面。 最后, 汪直因为是宦官出身, 他容易被后世文人脸谱化。 换句话说, 在文官编撰的史书中, 汪直的过错可能被故意放大, 或者被有意度撰。 总之, 在文官集团的心目中, 汪直这样弄权的宦官都不会有正面形象。 小编认为, 宦官也是人, 是人就有优缺点。 历史上有蔡伦, 郑和这样有作为的宦官, 也有像高丽氏, 王承恩这样忠心耿耿的宦官, 更有像王振, 为忠贤这样弄权的宦官。 而汪直和上述这些人不一样, 历史上的汪直, 不是好人, 但也不是十足的坏人。 罗曼, 罗兰说, 善与恶是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。 本集介绍汪直并没有为他洗白之意, 也没有因为他是宦官而对他心生鄙夷。 我认为, 从汪直身上能看到真正的人性和历史, 以史为鉴, 当代独使人, 当弃汪直之过, 习汪直之功。 参考资料, 明史, 明史既是本末, 明献宗实录, 后取杂实。 好了,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次再会。